Hello 大家好 我是Kerry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今天回到溫哥華的Downtown 跟大家分享一個即將上樓的一房的列表 我們再次舊地重溫這座 我們在兩年或三年前 跟大家拍攝分享過一個建築 在Downtown 也挺新的一座樓 在Yale Town附近 名字叫The Arc 發展上是Conquart Pacific 它有一個特色大家會記得的就是它有一個在空中的泳池 而且如果有位高的朋友就不要過來游泳了 因為它基本上是可以游泳一下 所以可以往下地面看 The Arc 其實是由兩座樓組成 87和89Nelson 分別在大樓的兩邊 中間由20樓開始 它就是連接的了 上面的樓層就通了 這個20樓就做了Amenity Store 它這個連接位就簡直可以看到下面的地面 那裡已經是Campy橋 因為The Arc 的位置 其實剛剛就是Campy橋下來轉左再轉左 大家去完Richmond、Vancouver回來 就不需要單攤一個個燈位才回到家了 直接一落橋轉左轉左就已經可以落到一個ramp 然後就可以上來了 這個泳池我們上次feature 現在再看都覺得有點害怕 不是很害怕擦錯牆 我們沒有單位在這裏 沒有機會在這裏游水 有朋友可以借個荷給我游水 然後這個是泳池那一層 其實我們看回 其實現在泳池是在做清潔的 現在我們都差不多要撤離這個泳池 area 因為它是每天11點到12點 是有清潔人員要專門去做泳池清潔的 我們走之前再看一看 這座樓其實它基本上是在Yale Town的門口位 前面已經是Yale Town 大家見到這邊看進去就是單攤 越進就越多樓 這裡看過去就會有很多遊艇 大家要去吃東西 或者想逛逛公園散步 其實都是前面過條馬路 就已經可以有些很舒適的環境了 我們待會拍完這個Listing都會去吃東西 到時看看和大家有甚麼分享 好 我們看看其他會所設施 現在都在清潔中了 有兩個工作人員 很認真 對 很認真 因為在拆這些池 他說每天11點到12點都會過來清潔 所以其實不能進去了 我們已經出來了 好了 然後這一層20樓 除了有泳池之外 還有這個Gym房 有人在做Gym 我們很快去看一看 都幾多人 這麼多人 這個方向就是我們的租務單位 看完了 很多人了 那我們出去吧 Lounge 加會議廳 有一部鋼琴 然後有一個很大的地區 你想開派對 可以整個地區預約 它簡直是有分到會房 可以在廚房直入 我記得了 上次來你 對 我們來過的 上次來你 晚上什麼都看不到 是的 各位 它這個風景很漂亮 這個會議廳 全部 它有一個是Drop-down層 廚房位 也有一個高層的地方 然後之後呢 其實這些呢 我想在香港呢 香港第一年 第一年上班 我是做Public Relations的 做PR firm 然後呢 就跟著公司 公司是做最底層的 associate 然後跟著公司那些 剛才我的公司是英國公司 Impact Asia 現在沒有了 被Coin & Whoop收購了 然後就去看了 等一下 出不去 哇 對了 我記得那時候呢 你給我講完以前的故事嗎 你短一點 不要那麼長 是的 那時候呢 第一年去做上班的時候呢 就跟著那些 外國老闆 見識了很多香港的 很漂亮的活動場地 這個應該很適合 搞一些80人的小活動場 又有一個outdoor area 然後裡面呢 有這麼多這些分開 一桌一桌 很適合我們那時候 做PR的時候 就跟那些媒體 一起坐一堆聊天 這個不是上次那個Arena 那個叫什麼 我們看那個叫什麼 不記得了 看Hockey那個 是不是 是的 我們上次看Hockey 咦 這裡可以見到呢 我們其實現在這邊應該是87Nelsson 旁邊是89Nelsson 那它那個建築的外形 它就不是直的 是有少許波浪弧度的 那些露台大家可以見到 然後呢 中間這裡看下去 這個就是Camby橋下來 那可以見到其實我們20層呢 就是剛剛好是connect了這兩邊兩座樓的 去到上面高層那些單位 其實它就會多很多電梯用了 因為它是雙通的 那一層就有五部電梯 剛剛我觀察過了 我又試一下彈一下這部琴 又彈 是的 好 這個琴不行 好 我覺得它已經有一點點 走音 是的 很便宜 等於你彈到走音 什麼 沒有 我不知道 可能我的琴技退步了 我們現在就上來這個一房單位 它的室內總共的面積是497呎 這個單位就當初買入的時候就沒有車位沒有Locker 它其實是一個Moled Studio One Bag 因為它是一個很大的空間 但是也有sliding door去關閉整個房間 不過它這個設計就做得令房間感覺比較寬敞 因為這邊這個方向是向東的 這邊是兩片大玻璃 中間這個其實是可以開的sliding door 可以slide到最出 就製造很多室內外的空間 然後這裏看出去的話 主要向東 我們都比前面的建築高 前面那個是One Pacific 16年的建築 我們19年 然後那個就是BC Place 前面這座金黃色的玻璃 這裏是Park Vancouver的酒店加Casino 所以前面這些全部都已經是榮舊 已經建好了的東西 我們的高度 剛好我們25樓 就高過了前面 向著這個東邊看過去 還有少少這個Creek Fraser Creek的view 不是 Fraser Creek的view 看到少少這些遊艇 再遠一點 向東北邊看過去 也會有些山景 那邊有些高樓 在高樓中間兩邊 還能看到內海海峽的景觀 遠方那裏就是Matchel Tower 這邊就是Brandwood 所以我們這個單位 麻雀少 但也算是有些景觀 而且景觀就是房間 這個就是一個Bedroom 這個Bedroom是可以關閉的 這裡有兩個Sliding Door 而且這個Sliding Door 它基本上是很大片 你開了它會開啟整個空間 你不想自己的單位 或者自己的房間 按開揚的 你可以關閉一半 你看到它那個Slide很大 其實感覺就是幾年前 你拍過這個單位 你可以全部關閉 看著夾手機 對 關到這裡 那就完了 如果你說想這邊 透一透氣的話 也有一個小隙可以開啟的 因為這個露台 可以在這裡開啟來透風 好 看完這個房間之後 我們先看看洗手間 它是一個做了在房間裡的洗手間 這邊大家看到整座有這些木色 其實它是建立了 即是說下一手 如果你去買這個單位的話 其實你會連同這張Murphy Bag 一起買的 這張床 拿著整個東西其實可以拍上去的 然後兩邊這些櫃都有燈 有幾個位置 還有很多插電鍵 我看現在這個租客都用得 勿盡其用 兩邊都插滿了 他又放了兩個聲音器 還有植物很平衡 裡面也有一條燈條 下面還有兩格櫃桶 有一格小的 然後有一格是大的 然後這邊就是衣櫃 感覺上衣櫃好像的色度少少少 都可以的 有什麼樣子呢 有閉嘴 這個衣櫃會稍微小一點 好幸好還有一個釘可以搭救 那這些櫃桶 好 這些太多個人障礙 我們就不開通 開完東西 對 我開完忘了 開完應該開 對不起 對不起 來到這邊 進廁所位都比較寬敞 進來之後就是一個溫泊 即是一個洗手間 它的櫃櫃櫃櫃 都是比平常大一點 即是多了一點空間位可以放東西 現在不開了好嗎 大家都見過 Kongord的東西都是這樣的 這邊有一塊鏡子 下面有兩個櫃桶 這裡有些茶杯 就是這樣 這些全部都是Marble tiles 這邊就是浴缸 上面有個Ring Hat 然後我們出來的客廳 現在我們開開這個門 感覺上會開陽 一樣向東望風景 看到它現在其實是向著窗邊放了書桌 中間放了一個小沙發 然後這裡還有電視 來到廚房位 也是一個很長條形的Linear的廚房 再加上這邊有Pantry wall 雪櫃、冰櫃都是24吋的 Panasonic的鼻波爐 然後那個電器 package是不錯的 全部都是用了Miller的品牌 這個也是24吋的焗爐 這裡整個都是儲物空間 這邊可以放東西 裡面也可以放 下面也有Lazy Susan 好像他們的Magic Corner 可以整個拿出來 裡面的東西可以很方便拿到 然後這裡是桌面空間 Dishwasher、洗碗、碟機 這裡一樣都是Miller package 下面這些是豉油櫃桶 我放了 其實這個組合也住得很乾淨 租金就是2750元一個月 現在是Fixed Term是到10月尾 所以承接這個單位的話 大家如果考慮自住 可能怎樣也要等到11月12月這個時候 如果是打算繼續做Investment放租的話 這個2750元的租金其實也算是可觀的 不是很低 因為有時候看到Downdown 我們之前也有些Listing是幾年前租下的租金 可能連1,900元也見過 這個租到2,700元也算是挺好的租金回報 除了剛才21家的房間之外 而且這個2,700元是未包車位 沒有車位也一樣租到這個價錢 我覺得還可以的 飯廳在這裡 最後剛剛說它的衣櫃空間稍微小了一些 好幸好這邊其實還有一個釘 釘也不小的 釘不小的有燈和通風口 擺不擺到床 擺不擺到床 擺了很多雜物 然後洗衣機乾衣機就是這裡 都是Mila Appliances 其實它整套包括洗衣機乾衣機都是Mila 都做得不錯 整個空間都維護得不錯 好 我們這個Listing就下個星期上 應該都會是下個星期會去做Open House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過來看看 現在我們就下到89Melsson的Lobby 其實這一座樓 旁邊的座樓是87 這邊有一個Concierge 24小時都會有人在這裡 平時就幫你收記包裹 或者會有人有些問題 或者要做些什麼都可以在那裡解決 我們出去看看 今天天氣很好 我們記得上一次來拍片的時候 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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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陰層一點 今天天氣好一點 我們剛剛在上面 可以看到地面的泳池拍下來 這個地方都是屬於屋苑的 鋪好一些地磚 有些少許綠化 這裏就是89Melsson 這邊87M 整個建築的形狀就像海旋門一樣 而且都是比較有少許彎曲 主要大部分都是由玻璃外牆 和玻璃的露台組成的一個建築物 我會爆光的人 不會 我們剛才說好在Yeltown吃東西 不過不知為何 突然想起 有個地方更想吃 距離對折 大概10分鐘車程左右 再過來Vancouver 在Granford Island 我們的地位 後面這條就是Granford橋 那一座是Vancouver House 我們之前有個名單 在那裏 都是和大家拍過片 在那裏 然後這邊 已經是David Land Park 前面這裏 其實是Yeltown 很多都是Cowlc Pacific 不同年份交樓的作品 剛剛The Arc 已經說了 現在是看不到 在這裏的後面 前面那裏有一條橋 那一條是Camby橋 其實就是Camby橋 到後面 剛剛遮住了 其實這範圍 都是一個很優靜 很舒適 然後很Chill 很外國人風格的一個住宅區 沒有什麼工商業 不多 有Skytrain在入少少 有兩條橋 有兩條橋 回到Vancouver 中間這個就是Foss Creek 內海 內灣進來 有很多遊艇 像香港的避風塘 都泊在裡面 然後 人們一有空 就會駕駛船出去玩 這裏就是Granford Island 這邊的碼頭 其實我看到這裏 有很多水上房屋 有些是新一些 有些是舊一些 有些是舊一些 這些大家有時候 我有朋友問過我 他問我為何這裏這麼便宜 幾十萬 它不是Fixure on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它是在水上 即是有些支柱 在地上 所以在市場上的價值 便宜一些 有些朋友會問我 我看到這間這麼便宜 為何二十多萬 四十多萬 位置很好 其實那裏不是一間 在地上的房屋 不過這裏挺有趣 這間是新的 這兩間是舊一些 好有趣 好有趣 它的信箱在這裏 一二三四五七六七 是 你可以看到 別人裏是這樣的 這裏有兩排屋 對嗎 好像一個townhouse 不是一個 獨立屋 那些complex 這邊前排 這邊後排 前院 對 前院後院 對 然後這邊有很多 別人私人拍的 後面那邊 有很多別人 這些是private dock 全部都是私人的艇仔 船仔拍在這裏 好 吃東西 好 拍完片 接著在這裏吃午餐 接著和我 在香港的助手 Betty 過來 然後 我和她一齊來看看 她有櫻花體 感覺上很舒服 過來輕鬆一下 這就是我自己 比較喜歡的餐廳 我們今天竟然可以坐到 遊艇位 我們坐到遊艇位 我們坐到遊艇位 看著海景 我們來試一個蠔 先 試一下那個汁 OK 東岸和西岸蠔 沒有說 好 試一下這個 黃沙律 可以嗎 我就這樣吃了 我也想就這樣吃 先試一下 吃吧 不用害羞了 最多我幫你上鏡 不要 嘩 難得白色衣服這麼漂亮 快點 上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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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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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吃Burger 我們三個Burger 已經在吃了 咬Burger 來看看 是否好吃 不如我拍你咬 我想保持 鏡頭前的動態 我就是想拍你咬 嘩 整個手 嘩 嘩 嘩 這個笑聲 可不可以把鏡頭剪掉 咬不到肉 你正在滴東西 多汁 多汁 你電量得足 你不充電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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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很脆 真的嗎 不知道是甚麼脆 不過我解剖了Burger 有些人不明白西式Burger 搭到那麼高 他預計女士怎麼吃 好像你這樣吃 哈哈 拆件 拆件吃 我們先把這個 拆開它 忘了發覺 嘩 嘩 嘩 怎樣 挺好的 味道 表面都脆的 這裡 這裡很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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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嘩 嘩 慢慢來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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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